各位粉丝朋友们,下午好 昨天和大家聊到技术分析的四大基本要素 分别是量、价、时、空 今天海洋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如何通过量能 也就是资金流向来进行选股 通过这个方法 往往能够选出当下或者近期比较强势的热点方向 大家好,我是海洋 欢迎关注我的专栏 看完本视频 如果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 敬请点赞支持 首先第一步 我们需要打开指数排行榜 无讳的可以跟我一起来 我们用键盘上的1和5两个数字键 把板块指数调出来 经过回车确认 就能够看到当下的一个界面 一般我们所看到的界面 上面显示的是板块涨幅的排序 我们看到今天涨幅榜 第一位通信设备 石油、传媒娱乐、日用化工等等 当然我们今天要用的这个方法主要是看概念板块 因为这样会更加细分和精准 我们点击概念板块就出现了所有概念题材股的一个板块排行 需要注意的是涨幅榜的排行只是表象 所谓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我们只需要通过三个分别代表活跃度群体效应以及流动性的核心指标 就能够综合判断某个板块当下锁出的位置是否具备短期爆发的可能 这三个核心指标大家请牢记分别是换手域 涨停加速以及资金净流入排名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一个筛选 大家可以用电脑键盘上的左右键来拖动上方这些子目录 我们看到有涨幅限价涨跌涨速量比等等等等很多子目录 找到我们要看的指标并做好参数记录 分别是记住换手域涨停加速和资金净流入排名 我们不妨先把这三个重要指标记录下来 第一个资金净流入 第二个涨停加速 第三个是换手域 现在我们就来进行一个筛选 打开盘面 通过电脑键盘上的左右键来拖动上方的子目录 我为大家演示认真看一下 有没有看到上方的子目录在向左边移动 我们找到第一项叫主力进额 目前在这里我们把它移到前方会看得更加清晰 好目前我们看到在涨幅榜第一位存储芯片 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依次排下来 他们的主力净流入额是不一样的 因此我们需要打开主力进额的排行 我们点击一下就出现整个今天在资金净流入方面的一个排行就出来了 那么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是芯片今天是在主力进额第一位 人工智能第二位通达信88 这个我们可以忽略它 因为它是软件的一种系统性的统计数据 我们不需要 然后区块链包括存储芯片 白酒概念 消费电子 还有虚拟现实和抖音概念 好 那么我们就把今天目前在整个主力进额超过18亿的 我们先把它截个图 也是刚好今天在主力进额排名前八的一个数据 我们把它放到刚才的资金净流入这一栏 这是今天的资金净流入数据 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第二项掌停加速数据是如何 掌停加速依然按刚才的办法 我们用电脑键盘上的左右键来移动 找到今天掌停加速最多的前几个板块 我们看看分别有哪一些 可能会有朋友要问 那为什么要找掌停加速这个栏目呢 因为这代表着整个今天板块群体性效应 好不好的重要依据 好我们看到了 那今天排名在前面的九位 用紫色显示有五个掌停板以上的有九个板块 分别是芯片 人工智能 机器人 5G 消费电子 新能源车 还有汽车电子 存储芯片 等等 我们把这九大板块掌停板数量在五家以上的全部写下来 依然把它放到刚才我们的统计数据这一栏 好的 接下来我们再继续找到换手域排行 看今天在换手域排行方面会有哪些板块在前列 我们看一下 依然是拖动我们的左右键来进行查找 好 现在我们看到当下我们刚才的涨停效应比较强的板块当中 他们都有相对较大的换手域 有没有看到 但是我们不以这个为惧 依然是把换手 作为什么 把换手域打开 它的换手排行 那么我们发现 今天在换手域排行方面 有次心股 层主芯片 英伟达 AIGC 华为鸿蒙 等等板块 他们都有较高的换手域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较多加受 我们取前十的板块就好 或者说 在换手域整体板块大于3%以上都问题不大 都代表它是板块有活跃度 这里我们也需要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好的 那么现在我们就完成了工作 只不过有一点我们需要提醒大家 那就是换手域 需要指出的是呢 换手域这个指标有正向换手 还有反向换手 显然对应资金流入和涨停群体性效应而言 我们需要的是正向换手 所以我们看看啊 刚才前面我们所结的十个板块 从网络游戏开始到四星股这十大板块当中 他们在换手域出于前十的同时 是不是今天整体它在涨幅方面 也是一个正向而不是跌幅 也就是说是上涨而非下跌 如果是下跌 因为下跌它同样如果在放出大量情况下 也会造成高换手 而我们需要的不是这种下跌过程当中的高换手 大家一定要理解 一定要理解好吧 好 那么我们经过这个查看 看到刚才换手域排行的前十 他们目前全体都是正向换手 我们看到网络游戏上涨2.25 数据要素上涨1.79 KIT GPT上涨1.88 高压快充0.5 当然它也是一个上涨的态势 好 OK 那么我们也就说明刚才所结的图 换手域它也是有效的 OK 那么在我们把资金净流入 涨停加速以及换手域 这三个要素都写下来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开始进行一个打分和 最后的评价 目前我们看到在资金净流入 这一栏中有芯片 那么芯片它总共在这三个重要指标当中 它入围过几次呢 这需要我们去了解 那么我们首先看到 这里是资金净流入有一次 在涨停加速中 它有10加涨停板 也算一次 1加1 在涨停加速中它有位列第一名 所以也有一次1加1 那么在换手域方面芯片没有 我们把它越过 它有两次最后等于2 在人工智能这个板块 我们来看一下 资金净流入有一次 涨停加速当中也有一次 它今天涨停效应比较不错 有8加 因此也算一次 在换手域排行方面 它今天没有 也是两次 最后我们再看通信88 通信88我们越过 因为它是一个整体的通达性软件 所统计的一些相关数据 跟我们的操作关联性不强 好 再看区块链 区块链 区块链在资金净流入有一次 涨停加速当中没有 换手域排行当中没有 因此我们把它放弃 或者说后面给它一个得分是1 再来看层储芯片 在资金净流入指标中 它有1 涨停加速排行中也有入围 加1 换手域方面 加1 大家能跟上节奏吗 如果没有跟上的 就回头再重复多看几遍 学会这一套完整的选强式板块 选强式个股的方法 好 那么最终层储芯片 有三次入围 再来看白酒概念 资金净流入加1 涨停加速没有 换手没有 OK 它这里也是最终结论是1 再来是消费垫子 资金净流入1 涨停加速加1 对的 加1没错 涨停加速加1 换手消费垫子没有 最终结论是2 最后看虚拟现实 资金净流入加1 涨停加速 虚拟现实我们看一下 没有 那最终来看呢 虚拟现实也只有一票 那么获得大满贯 全票的只有一个板块 那就是存储芯片 对吗 芯片跟人工智能 分货2票 以及消费垫子获得2票 当然首选肯定是存储芯片 当然我们要说明一下 我们在这里做了一个汇总 应该说目前补合三个指标要求的 只有一个板块 存储芯片 也就是说重点 我们是把它把目光聚焦在存储芯片上 那么芯片跟人工智能 跟消费垫子我们可以作为备用 或者是次要选择 这一点大家应该能够听懂吧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由于板块的流通市值不同 所以资金净流入的多何少 也需要我们辩证看待 比如像芯片 刚才我们看到芯片 芯片它是芯片大类 然后存储芯片是细分类 那么芯片大类 我们看一下 它的板块流通总市值 是六万四千八百五十二亿 而我们的细分项存储芯片 仅仅只有多少呢 我们来看一下 五千九百八十三亿 一个是六万亿 一个是六千亿 朋友们需要思考一下 因此如果同样是二十亿资金净流入的话 显然后者会更具有可操作性 依此类推 朋友们能够听懂和理解吗 那么这里呢 还要给大家一个量化 就是说如果当天资金净流入金额 大于板块总流通市值的千分之一以上 且该板块目前所处位置 它的构造属于攻击形态 那么该板块短期会有较大上涨预期 而当下我们打开的就是存储芯片板块 我们则可以从该板块当中精选有攻击形态的个股作为操作方向 后期呢 海洋也会逐步为粉丝们普及我的勤留期视 帮大家把握更多个股机会 那么捕捉热点的方向的方法 大家学会了吗 如果觉得本视频对你有帮助 进行点赞支持 评论交流 海洋在这里祝大家股市长虹 我们明天再见